近日一段据称是成都交警暴力执法的视频在微博上热传 有人爆料称 9月2号下午成都市交警五分局的一名交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强行将车主靠上警车进行殴打 之后还对其强制拘留直到次日的上午才释放 对此成都公安交通管理局回应已经启动了调查程序 报道者康某称 9月2号下午6点左右自己到成都理工大学接人 正准备靠边停车时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五分局四分队的交警彭某过来说不能停车 于是康某在附近缓慢绕行了三圈 彭某再次看到他后要求其靠边停车并出示相关证件 最后两人发声口诀 哪个不是知道是啥子 快点快点 快去 你怂怂怂 你有啥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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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后交警叫来协管员一起将康某拉上警车 一位自称是康某同学的网友称 事后康某还被带往交警分局破楼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被释放 并称经医院检测 康某有轻微脑震荡 现在我们是来到成都市交警五分局 本来在这里呢 我们是希望得到关于此事的一些回应 但是交警五分局表示 这件事情正在调查之中 而当时的民警彭玉林也已经暂时的被停职了 昨天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五分局通过微博向公众承诺 将尊重事实客观调查 而当时车主康某也表示 愿意与本周四与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六分局一起处理此事 东方卫视记者彭业四传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